那黃老師是希望我說 分享一下我們在美國做的一些案例 那跟這邊的案例比起來 我們的案例非常的微小了 就是微不足道了我覺得 像葉老師他們已經做到很 就是那個層次比較高了 我們還在那邊的主要是解鎮了 還沒有做到說要能量啊 掉洞怎麼把它那些逼出來 當然這個是有地域性的 我們講到做一件事情天使地利人和 很多方面也不可能說 每個地方都一樣 那我們身在美國的話 就是有很多的限制 那一個是法律的限制 所以那邊如果你沒有按摩師 知道是不許控制別人的 你做按摩啊什麼 特別在公眾場合 像這種都不可以 所以這個是一個限制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人都非常的怕痛 然後又非常愛告人 你要是 像夏莉老師他們的手法 要去做多幾個美國人 那沒法混他就去賠錢做老派 所以這個地域 那種確實地域還是不一樣 還有美國那邊那些客人 你叫他是去吃什麼薑湯啊 還有什麼叫他不要吃水果 不要吃冰的東西 這個也基本上不可能 家家戶戶戶的冰箱都是直接製冰的 那小孩子拿起來沒有冰他 他喝不下去 但是還有一個很奇怪的就是 我覺得外國人 他們雖然這樣一路吃冰 每天這樣吃 東西都是沙拉那些都是生的 可是他們真的身體有些很暖 有些人的身體還是很暖的 我有一次去參加一個我先生 他那個同事的退休會 然後跟他的主管握手的時候 他們穿的都是短袖的時候是5月份 我裡面穿毛衣 外面在假件外套 還穿了秋褲在外面褲子 厚厚的襪子 那些老外他們就穿短袖啊 可是他們都在喝冰的飲料啊 然後你去跟他握手的時候 他的手暖過點 他真的是熱呼呼的 那當然也不是說每個 年齡大的可能有一些還是冷的 但是那個壯年的 我想他們那些小孩子 真的是受不了 他就是很熱啊 像現在這個天 我們在那邊都穿毛衣啊 穿外套 那個小男生 像我每天送我女兒上學 開車走過那個學校旁邊 那些男生全部都穿短褲啊 短袖短褲 女生也是穿超短裙 然後光溜溜的腳 他們也不穿襪子的啊 就一雙貨鞋也 還有要不然就穿一雙球鞋 就這樣穿啊 他們都不會覺得冷啊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這個當然跟他們那個吃肉多啊 然後那個奶酪啊 他飲食不一樣啦 跟我們這邊中國人的體質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處理的時候還是要分那個狀況 病人的狀況 像有些人他就是特別的強壯啊 像我們在西雅圖做的時候 有一個年輕的小姐 你知道嗎 那個就是很壯很高很壯 那背啊硬邦邦的 你要是輕輕的按他就是沒感覺 那種人還有年輕 你就可以用一些這個 但是大部分的那些年紀大啊 還有有些病痛的 還有身體很虛弱的人 基本上我們如果用醫老師 我們這邊的手法 我想那些 所以今年七月份 那個張醫師有到我們那裡做演講 他在演講的時候 第一個做的那個病人 他是全身前面不知道無明的痛 就從腹部一直痛痛到這上面 非常痛痛的三個多月五個月了 他還要吃馬飛 那是中國人喔 吃馬飛 痛得不行 那張醫師在現場演講的時候 第一個舉手 然後就上來他就做 做的時候張醫師現場做 大家也知道他現場做是非常的用力的 他要效果嘛 一個是也沒有時間跟你慢慢磨蹭了 那他就這樣做下去 當時現場兩百多人嘛 那個病人也不敢亂叫了 大男生也不敢亂叫了 所以他就忍啊忍啊 當時做完 叫他分享 張醫師問他怎麼樣 那確實很鬆 他說是鬆了很多 好像沒有這麼痛的感覺 我想大部分人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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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次鬆到都 好像沒這麼痛了 然後他就坐在旁邊 然後我過一下又有痛 痛了 然後我們的義工 又有過去幫他坐 我還有幫他坐過一次 坐在椅子上坐沒有這麼大力啦 就是幫他揉一揉輕輕揉一下 又好一點 然後熱腹袋啊什麼都幫他弄 好像是好一些啦 他也有免許參加了兩天的課程嘛 都有來 最後他回去 因為他有沒有電話 我有追蹤了 半個月以後我在打電話問他太太 他太太說 現在連那個背啊 用個指頭去碰他都不可以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那天張醫師坐的時候 他在強忍著 因為不好意思叫 就硬碰 然後張醫師就很用力的坐 結果他後面倒沒事 那個後面肌肉痛就 幾天就好了嘛 前面的肌肉撕裂 撕裂 然後痛了差不多有兩個人 一個多月 他太太碰他喔 那什麼只這樣碰他都不行啦 到最後面就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在處理個案的時候 我也在想說 我們用這麼大的力氣去 像去做這個案例 到底硬不硬不硬不 很多人 像葉老師你做的案例 我是很欣賞 但是我基本上不敢 去幫他把能量逼出來啊 這樣讓他的病越來越多 那我們知道 大部分人來按摩 一個是我肩膀痛啊 或者頭痛哪裡痛 我希望你按一下就幫我按好 沒有 基本上沒有人說 希望我來按了以後 回去又痛很久 然後呢 又更多的 我本來就只有一個肩膀痛 結果按了以後 我這裡也痛 這裡也痛哪裡都痛 我想如果真的這種希望的人 他這裡是怎麼給問題 他不然不會有這種 所以我為什麼說 葉老師他這個已經是高層次 已經解到要解修行人的那種病症了 我們要把病人真的要分成普通的病人 可能層次高一點的 然後到那個 反正就要分級別了 你那個太高層次了 我們慢慢來 不然 客人真的會跑光的 我不會做過啊 我在開業之前 我有今年三月份 我是四月份開業 那二三月份的時候 我有大概有十個左右的越南客人 他們有過來我家坐 那是一個傳一個 因為我們之前幫我先生的一個同事的太太 她是越南人坐 坐了以後 她睡覺要吃安眠藥 每天吃一顆安眠藥才能睡三個鐘頭 那我們坐坐原始點幫她熱呼一下 她就可以睡五 一覺到天亮五個多鐘頭 不用再爬起來這樣 很好 她就一船十次出來擺了這樣 她就帶了一堆的那個越南客人就過來我們家做 那當時我們的手法 當時我們的手法還是延續張醫師的手法 就是 然後舊金山那邊世界也過來教我們 我們的手法都非常的重 所以我在按的時候我們都用那個手法 大家都會認為說 按得比較痛會比較有效 這個觀念是我想大部分人都是這樣認為 那張醫師他在演講的時候他也多次講過說 我們要以病人能承受的能力為主 假是這樣講 可是他每一次做都把人做得 現場做的時候 那我有現場看過了 因為連續兩年我都有去參加張醫師的演講 去年在生活賽的時候 每一個女生 報名都很積極啊 一說哪個有什麼頭痛腳痛啊 哪裡痛的 舉手拼命的舉 衝上去給張醫師做 做完以後 每一個女生做完都是起來都是哭的 那個眼淚啊 然後拿那個紙巾的 抓抓抓抓 問她怎麼樣 噢是好很多 但是很痛 每個人基本上問的都是 是我本來悲痛的 不痛了 可是就是很痛 大家都不知道 都是每個女生 我都沒有看見哪個是搞包心肌說 誒我好了我好了 沒有 那今年我們在那邊西雅圖做的也是這樣 所以那個病人的那個痛苦啊 我也知道我妈妈以前 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妈妈的那个案例 就是做按摩她也有 那时候她不能走的时候 有请那个看中医的时候 也有请按摩师帮她按 我妈妈那时候就走我回家 我第一次回家的时候 那时候她就说 每个星期那个按摩师来我们家帮她按一次 她说我每次哦 一个星期我就盼望 盼望那个按摩师来帮我按 按了以后就会好一点 舒服一点 因为她平时她那个脚是痛到 像踩钢钉 很难受嘛 我就每天在盼她 可是她来了以后啊 我就痛到我哭 痛到我 我就恨不得她不要来啊 这个病人那种矛盾的心情啊 在没做之前 她就每天数日子 那个谁谁谁要来帮我做了 我就盼她 可是真的来做了以后 她痛到那个屁股 她真的后不得一脚就把她踹了 不要做了 所以我们想一下 这个 我在贴吧上有看一个分享 他们就在讲到 其实癌症啊 癌症不可怕 癌症最可怕的是晚期的疼痛 那个特别骨癌啊 全身转移这个 这个痛到 痛彻心扉那种难受 那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但是其实癌症的这种痛啊 都还没有我们做原始点的更痛 这是在原始点 对吗 上面他们反正这样讲的 他就讲到我们做 我们要有同体系 我们做按摩的人 你在帮别人做的时候 你自己要去感受一下 为什么有些病人 宁愿冒死 他去医院 他都不愿意来做原始点 那大家听过 张医师的那个案例 讲到那个小云的故事 他之前做的时候 张医师帮他做 他的那个肺脊髓还是什么 他肺病好像是肺癌啊 已经好了 他都甚至能去上班了 然后后来因为他接电话 很费口舌 然后费气嘛 然后又很辛苦 就犯病又复发 复发以后 张医师当时还是要帮他做 打电话给他妈妈说 叫他还要来做嘛 结果小云说不要做 太痛了 他说是太痛了 不愿意做 后来就去医院了 去医院后来最后就往神了 这个案例 大家如果听过当时的演讲就知道 所以我们讲那个 原始点的痛 痛到让人宁愿去感受 他明明知道说张医师这一套 已经把我救回来 都已经有效了 他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继续接受 他宁愿去医院 这个我们要让病人申请这种信心 让他很愉快地接受这种 这种原始点的治疗 真的是一个学问 所以那因为我是在美国做按摩师 那我的客人大部分都很怕痛 所以那今年 刚才有讲到那个越南客人 还没讲 就是讲到那个 做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来我们家做 我们都用那个很厉害的手法 感觉做做了以后会比较有效嘛 就是特别是那时候按臀部 按臀部很痛 那有一个老太太她是听他们说 她睡不着嘛 她说 诶 做了以后可以睡觉嘛 不用吃安莲药那就来 来了我们第一天把她做 她 她是 已经做奶奶的人了 大概六七十岁吧 因为 我当时也没有记录她那个 她大概有六七十岁的 我们都叫她grandma 那 做了以后她很怕痛 然后 她都在叫轻了轻了 我们都感觉我已经很轻了 然后她回去 下个星期她又跟那些人一起路过来 我们就问她 诶 那你上个星期做了以后怎么样 有没有好睡 后来她说 哦 我之前是要吃一片安莲药才能睡 那这种上个星期做了以后 我要吃一片子冲片才能睡 所以 其实我的手力其实没有那么重啊 陈医师我帮她按摩过才就知道 其实我没有那么重 可是他们都受不了 那我先生做的就更重了 他又帮他们做的 那痛的 我不知道那天是 到底是我先生做还是我做 因为那时候 他们来我们家 我们都是免费做的嘛 我还是学生 我也不能收费 因为在美国是 你要拿到证 拿到那个license 你才可以收费 要不然人家高年就麻烦 所以我们都是免费做的啦 那我跟我先生就混着做 有时候人多 他做一些我做一些 那我也忘记那一次是我做还是她做 但是 我们反省一下 人家本来是吃安眠药的 搞搞 给你安眠药药 只痛片才能睡 那怎么办 所以后来第二次她来的时候 她就说 哦 我一把年纪 我是Grandma 然后你轻点轻点 然后后来是我做 我就很轻的帮她做 很轻的做 但是我们那个观念还是在脑子里面 都是觉得说 会比较痛一点才有效 所以做着做着不知觉 也会也会就加重 所以帮她做完以后 她也没讲什么 但是 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出现 后来我那个十个 我十个越南客人 然后到我四月门开业 一个都没有回来 大家想一下我之后 所以我那时候很奇怪 我还有一点 之前我是觉得有点抱怨 是不是因为免费他们就来 我开业了要收费他们就不来 当然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有部分人是这样 但是反省一下 其实是因为自己手法太重 那我开业以后大部分的客人 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人 中国人是比较节俭 他们也不舍得花钱来按摩 不到万不得已 不到人家医院都不收她 她不会来的 那我在那里做的全部都是美国人 美国人又胖又怕痛 所以你要用那个方法 我那个手放到臀部 就是才这样放下去还没有用力 他们都已经开始叫了 因为做美式按摩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掌 只有一些部位是用手指 他们根本 我们在学校里面教 就没有教那个手肘 基本上 要用也是用到这个前半段 用到这一段 而且都是这样推了油这样按的 那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那个手肘一放进去 人家就开始叫了 所以没办法走下去 那我刚开始的时候 正好就几个病人都是大腿外侧痛 外侧痛 又都很胖 又怕痛 所以我就做同侧 轻轻的轻轻按轻轻按 诶 发现轻轻这样 这样按一下 他那个筋反而浮起来很明显 特别是外侧这条 我们张医师他是讲到这点 其实我们已经做到外面了 他们这条筋是鼓起来的很粗 所以我有做 帮他拨一拨 拨一拨 很舒服啊 他就说感觉一股热流不下去 所以那他的腿外侧痛就解决了 其实很轻也有效了 特别是你要看那些人 就是个人感受不同 当然那些铁板背啊什么很年轻 很壮实的人 他能忍受 你就让他重一点的关系 那我现在分享的是 对那些怕痛的人 还有那些重病的人啊 真的不能用这个手法